嗨,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些 food work 的 specifics 大家都要注意 当你们打网球的时候 要动来动去 只要站在那里打 如果没有问题 插一下球是非常好 当你去打斗球 或者开始打高点水平的 挑战你自己的网球 就可能你要动 laterally 打侧育 向前 向后 各种各样的 今天就分享一些 大家要注意的位置 怕大家不要弄傷 这些位置真的要小心 看过分享就感谢你的时间 请大家订阅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分享给大家的朋友 订阅朋友们可以受益 这个一定是免费你的时间 Food work course 还有我们的 private lessons 会有教育 Henry 在你面前示范你 跟着做 step by step 很多上我们 Level 2 的 coaches 都会知道我们有 footwork 是很重的 Level 3 更加 有更加 emphasis on recovery 等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 series of videos 希望大家喜欢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series of steps 是很重要的一个 vipers 去扭球的 alright 我会觉得很疲倦 你带我做这个 steps 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希望大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这个叫做 cross over shuffle 看到很多朋友看到一些 top players做 他们每个人都有做这个 每个人都有做的 千万不要做第二个 就是 这样去跑 好啊 作为例 如果我们去 去 打完 跑回中间 千万不要这样 示范多一次 打完 这样去跑 这样去跑 如果人家是 wrong foot 你怎么办呢 因为你的 hips 就会跑到那边了 如果是strengthening conditioning世界里面 我们的 hip mobility 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有看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 你那里很尴尬 你会做这些 这些 这些 甚至有些是更加 explosive 的 right right 你的 hips 做更加 explosive 就是两只脚 对不对 这个呢 是train我们大家 去 be more mobile in the hips 那么大家 刚才看到 那你叫我不要这样做 应该怎么做 这个呢 打完 好 不要做这个 因为你的 hips 其实应该呢 你打完 right 你cross ok 去做一个shuffle step shuffle step 你的腿是向着你对方的 当他一打 你才转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ball right 所以做一次 比如说我打四肩 对不对 back hand也一样 四肩 打完 ok 如果你可以 shuffle 回到你中间的 position and去打了 你才去呢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ok 那么当然 如果你可以 习惯了这个 你还会发觉 其实呢 你去那边会 smooth一点 ok 那么当然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帮你打完 ok 你又要反过来呢 那这个也是一个 you push off 的东西 and 要是要习惯的 所以大家如果做惯了 cross over shuffle 不要只这样去turn and run 那这个会帮到你们的 網球的movement side to side laterally 希望大家今天 喜欢我们的分享 帮大家分享 和身边的朋友 and 我们有个online的 footwork course and also included 我们的private lessons and continue on in front of you 去示范 带着你去做 因为footwork是一个 很 特别的东西 如果你 move well then you can play much easier 那希望大家享受 ok and 希望 WhatsApp我们 让我们 through到我们的footwork course and private lessons 去帮助大家 move more confidently and efficiently 好吗? 的、不、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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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